要带大家来关心 过去写歌 他总是疗愈着台湾各个角落 为生活努力的感哭郎 台语歌后詹亚文 在去年结束三十周年演唱会之际 发现身体出状况 拿杯子会手抖 走路不敢踩过色块 甚至曾经在录影现场断片 忘记自己身处何处 经过检查 确定罹患帕金森是症 左脑已经中度萎缩了 第一时间知道生病的詹亚文 选择封闭自己 关在家里一个月 药物负作用 让他吃什么吐什么 还产生了躁郁郁的状况 得看精神科 他甚至请弟弟 帮他找了安养中心 已经打算要孤独走完 人生的最后一程 这样的负面情绪 一直到医生一句当头棒喝 你还能自己走啊 赶快去做想做的事情才对 这下他意识到 不应该再浪费生命了 转而积极地对抗病魔 还规划要第五度 站上小巨蛋开唱 这是台语女歌手的第一人 他把脑中想尝试的 各种高难度挑战 都要放上舞台 希望人生不留遗憾 他也正面回应了 是不是在装病 这样的质疑 节目开始 带您来看看 金曲歌后詹亚文 对抗病魔的心路里程 华丽烹群洋装搭配360度舞台 2020年 詹亚文出道30周年演唱会 是他第四度站上小巨蛋开唱 也是台语女歌手的第二人 打拼二姐将会记录 但是才开场 他就唱到哽咽 孤兰山这几岗未来 我失去了 很多很多青涵 四位中备 一个朋友 一个完美 第一队几岗未来 人生的无双 让我忽然感感受 人生是忙一条而已 如果有疼痛 我们就把这边的思维 是不是感觉有快乐的 向歌迷倾诉对生死的感慨 不只是周遭亲友 更是自身体悟 因为当时舞台上的詹亚文 体重瘦到剩下45公斤 身体也出现 自己无法控制的状况 有一次在日本拍MV 就为了一个镜头 拿杯子喝咖啡 因为我现在就看上我妈妈 咖啡香 喝咖啡这样手一直抖 抖到 按机再按机 按机再按机 二十几遍 镜头还是不能用 我就放弃了 我真的是很想哭 所以我为什么连这个动作 都做不好 然后走路我开始 对于色块的东西 不一样的颜色 这个是一样的 我都OK 我只要站在一样的颜色 里面我都OK 但是忽然间出现了一个 不一样的画面或是色块 我就不敢踏了 这是帕金森的症状 你会失忆 然后你会断片 所谓的断片是什么 不是说像喝酒一样就忘了 它的断片是 我忽然间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忽然间会一刹那 不知道我在干嘛 你们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里 现在是在做什么 我要很 要有一点时间给我 我才会慢慢的 就原来我们是在工作 对不起 所以我曾经在 在红人榜讲评的时候 断片 对 然后我就麦克风拿着 我就没讲话 然后一直 所有的人都以为是我暂时失忆 要帮我想起我下一句要讲什么 然后他们就一直提示 都没有停机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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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露水淡沙 没得 我怎么就不记得了 有一次我会不记得你们真正 我也会不记得我自己 演唱会结束后 张亚文立刻住院检查 被确诊 怕精神是症 左脑中度萎缩 同时又有甲状腺低下 唾液腺 喉咙肿瘤等等的其他旧疾 让他一度封闭自己 结果我就在家里就躲了一个月 窗帘都没开 窗户没开 大门不开 垃圾不到 因为我也没什么垃圾了 因为没吃什么东西了 也吃不下 就一直躺在床上像石头人一样 就不想动 我现在开始吃什么吐什么 然后吐到昏厥 吐到送医 然后坐着忽然间自己不视觉就跌倒 然后就撞到 撞到那个角落 就一痕都还没有退 痛到现在还在痛已经好几个月了 那医生看到我的状况 因为药物的关系 我们一再地换药 但最主要的帕金森的药不能换 但是最主要副作用还是在它 还有精神科 因为帕金森是症 它会让你产生了躁欲 忧郁 甚至自杀 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这个过程 而且接受它是不治之症 我说可是我过得很痛苦 没有生活品质 我觉得我很痛苦 我开始请我弟弟找了安阳院 我说你们都可以不用理我 我不要成为家人的负担 最大遗憾就是我不能比父母早走 我觉得那个太残忍了 对父母来讲 而且对我来讲那是太不孝 得了这个病就让我觉得 是我很不孝的一件事情了 更何况比他们早走 所以我一直一直在惊着 谢谢 感恩 感谢 我是姚雯的爸爸 谢谢 三十中年演唱会上 詹爸爸惊喜现身 詹雅雯感动到蹲地痛哭 一直以来和家人感情深厚的詹雅雯 当初害怕爸妈担心她的病况 特地搬回台北独居 原本又遇到打算消极治疗 因为医生的一番话而转练 一个礼拜有时候两三天都在台大 就这样子跑医院的时候 医生跟我讲说 你看看 从帕金生死症的这个诊监出去的 哪一个不是做轮椅的 哪一个不是父母参扶着的 或者是孩子参扶父母的 你看看你还可以自己走进来 你是幸运的 发现得早 所以你是出奇异 你出奇异 出奇异 回到未来的那位前辈 得了这个病以后呢 他也没有放弃啊 他很认真 他怎么样认真 他可能没有我这么大的副作用 但是他到了现在的这个年龄 他到处去演讲 他到处去推广什么 推广让大家认知这是什么病症 而且让病友们能够走出来 而不是关在家里忧郁 生病的人没有错 是我们就是这么衰 就得到了那能怎么办 所以我一定要面对他接受他 雅雯老师呢两天前出院 那医生跟他讲 不可以做太费力的事情 但是可以做开心的事情 所以来红人堡是最开心的事情 想开了 张亚文重新回到舞台 也更坚定自己 勇敢对抗病魔的心 吐了以后再吃啊 医生说的啊 吐完了他不可能全部吐光嘛 百分之百不可能 第一次有可能 然后再来你再吃 他慢慢累积慢慢累积 最起码有脊分在嘛 还有营养嘛 你如果拒绝了这些食物的话 因为你害怕吐 你就不想吃 因为吐太痛苦了 然后你不能害怕 你要去 你一定要坚决的说 我就是想吃 你要说服自己 好 我说服自己 有的人质疑的时候 我就说太好了 谢谢你们质疑 你们让我有了一个幻想的空间 认为这个梦 这是一个梦 认为我生病 真的是假的 那该多好啊 我多么希望它是假的 你们既然有人跟我说 你是不是假的 怎么现在越来越活泼 还会直播啊 还要干嘛干嘛干嘛 我说是医生告诉我 你一定要走出来 你没有做够的事 你就去做吧 你就去尝试吧 没想要问我好吗 我爱真心好想就好 真真过日子 我出真心这个态度 没想要问你好吗 2021年张亚文不只抱病 推出新专辑 记录自己的人生观 甚至精条细选 无失手经典歌曲 打算第五度 镇上小巨蛋开唱 医护人员都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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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一定要有医护人员在唱 最后一场 会吗 我想过 因为就像我讲的无常 我也想过 说不定这个无常会让我 不止只有这一场 而是我会再唱20年 这个是导演对我讲的话 他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告诉我 上帝给你这个功课 他的意义太大了 因为你前辈子 你一直在忙碌别人的事情 现在他要你爱自己 当你爱自己的时候 你的光芒会更大 因为所有不爱自己的人 鼓励来看他 你要做个榜样 对男生的歌 男生的气 男生的气口 男生的所有的一切 我要怎么去展示他 所以我们有一把 全部都是男人的歌 有一把全部男人的歌 然后有一把是全部 我觉得需要去突破技巧 跟细腻度的 一些很比较困难的演呐歌曲 我既然上台了 说不定最后一次 那你不唱不是遗憾了吗 就不要遗憾吧 说起唱歌 张亚文的眼神又亮了 从生病第一时间的忧郁 到转念后的自信 他也期盼用自己的故事 鼓励跟他一样的病友 淘开疾病的负面情绪 重新创造新人生 自动风景 有时好天 有时贡猜作分 贪屁都是白郎减存 好败都人生的一步分 生命的台北 政策的一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